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年快樂 哇 大家醒了嗎? 聖誕節又玩完一輪 剛剛隨即又玩完一輪 大家應該是醉紛紛地在聖誕堂上了 這樣就對了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非常簡單的小食 當你在家裡睡醒覺 頭重重累奶奶的時候 做一個給自己吃 這樣就會開心 一起看看是甚麼 今天做的就是 酥皮芝士條 好 材料有 當然是這個現成的酥皮 雞蛋 糖 還有巴馬山芝士 巴馬臣芝士 酥皮通常在超級市場買 它是急凍了 那你就要把它解凍 但你不可以心急 這件事你不可以把它放在微波爐裡解凍 你一定要放在室溫裡面 令它慢慢回復 變成一個軟的狀態才可以的 那我們首先呢 把這個小小的麵粉撒在桌面上 防止它黏住 但不用撒太多 其實小小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酥皮 這個膠膜 就小心地撒出來 然後放在這個工作桌面上面 兩邊都黏少許麵粉 令它不要太黏 好 接著呢 我們就把它割成一個條狀 那大約 我想 1.5cm左右 每一條 我們就把這些酥皮條 切成一個大約1.5cm的條狀 切完之後呢 我們呢 首先呢 就要預備一個蛋漿 那這個蛋漿呢 其實令它焗出來的時候呢 它可以 它的表面是金黃色 還有它有光澤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是一個膠水 可以將其他的東西黏在上面 蛋漿的做法呢 就是一隻雞蛋 加一隻蛋黃 然後把它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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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打得它散一點的 如果它不夠散 你一坨蛋白這樣就黏住了 就黏住了 就黏不下去了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掃 掃蛋漿上去 然後把它拌勻 掃好一面呢 我們就將它反轉 一模一樣掃多一次 接著我們就可以在蛋漿面上灑糖 我們就不用太多灑 灑完一面之後 我們就將全部反轉 灑到背面 好了,下了糖之後 我們就可以下我們的主角 就是PARMASAN CHEESE 這個芝士其實不是我們買回來的芝士粉 這些現成可以用的 這個是非常硬的 所以我們就要用這個磨 將芝士碎磨下去 雖然這樣比較麻煩 但你會發現用整塊硬的PARMASAN CHEESE 其實是100倍的 我們將芝士碎磨上去 兩邊都貼滿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在焗爐紙上 我們就把它扭 扭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這樣焗起它出來 它就會有這個扭扭條的效果 扭扭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焗爐 然後就可以等吃了 這個酥皮呢 一開始放進焗爐的時候 它就軟軟軟的 大家看著它慢慢慢慢的漲起 最後變成金黃色就可以出爐了 所以就要把它擺放進去 中文字幕視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